女孩在遭变故,朱婷希月最佳拍当身体令人堪忧,郎婷教练孔施艾将就在最近女排式锦赛,已经圆满地落下了帷幕。 女排姑娘们过关斩将一路杀进了最后的决赛,只可惜在比赛的最后关头,中国女排还是输给了我们劲敌的意大利队。 之前在小组赛的时候,中国女排与意大利队有过一场对决,意大利队的打法凶狠实力强悍,中国女排们拼尽全力可是最终还是输给了意大利队,也正是因为这一场比赛。 女排姑娘们在复赛阶段的每一次对决,都让人们为她们捏了一把冷汗。 中国女排差点就没杀前六强,可想而知当时的比赛形势,有多么的复杂了。 在当时中国女排与美国队对决,这是一场生死战的比赛。 这一场比赛并不被外界所看好,之前与美国队的对决之中,中国队已经十几年没有战胜美国队了。 这一场比赛,没想到发生了奇迹,强势的碾压了美国队,也打破了这一魔咒,因此中国队也提前的出现进入六强,进入六强赛一路自杀。 在占美国队,又占荷兰队,最终取得了小组的投名,强势的杀进了四强决赛。 只是又碰到了意大利队,因你还是稍微有一点的,女孩姑娘们经过艰难决战。 最终二比三不敌一大利队,遗憾的退出了世锦赛的舞台上。 此时的中国女孩只有朱婷一个人艰难的扛起整个队再往前走,只可惜还是输掉了比赛。 在比赛结束之后,朱婷直接躺在那赛,场上,失败感和疲惫感涌上心头,让人看了很是心疼。 此次比赛,朱婷昔日的最佳拍档,却仅仅取得了一番,受到了许多人的质疑。 这位拍档就是张长宁,张长宁在里约奥运会的时候可是女排的一把利剑,所向拼命。 她和朱婷都是郎平教练特别器重的弟子,慢慢的朱婷因为效力自己的俱乐部缺陷了许多的重大赛事。 张长宁也就成为了劳模,只要有重大比赛,几乎她就全部到场。 她人长得漂亮球技也是很出色,经常的参加许多活动。 张长宁的身体也是在过度劳赖下有了伤病,最后张长宁的身影消失了一段时间。 在世锦赛的时候她有重归赛场,张长宁和朱婷作为希律的最佳排档,也是备受瞩目。 然而让球迷们失望的是,张长宁并没有什么出色的战绩,对决意大利作为主攻只得到一番。 但是大家并不知道的是,在此次世锦赛她也是饱受伤并折磨。 比赛结束之后,张长宁的父亲曾经发微博解释说,她的女儿在比赛的时候出现了问题,膝盖韧带破裂。 在小组赛的时候对决意大利尿邪,赢下美国对尿邪,并且还是带着感冒伤针的。 大家很难想到尿邪出现在张长宁的身上。 张长宁的身体如果这样下去,那么她的情况已经不容乐观,运动生涯也会有影响的。 郎平教练恐怕也是要失去爱将,真的不希望会若其一幕再次发生。 希望张长宁能够好好的修养自己的身体,争,去早日康复,期待她王者归来。